玩VR就能改善视力 美国FDA批准首个弱势儿童数字疗法 治东西10月21日消息 专注儿童健康的初创公司LuminoPierre 这日宣布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批准其改善儿童视力障碍的数字疗法 这是一种基于VR的疗法 可用以改善儿童的视觉障碍 例如弱势或懒惰眼等 临床试验的作者表示 他们认为选择流行视频的选项 可能是用户坚持使用该程序的原因之一 人们有88%的时间遵循治疗计划 而不到50%的患者 坚持使用眼罩或眼药水 研究表明 LuminoPierre 是用于改善4至7岁弱势患者的视力 这些儿童患有趋光参差或轻度显示 并接受训练有素的 眼保健专业人员的治疗指导